中共最近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维权人士判刑 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同时也遭到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批评 为此中共喉舌媒体发表社论反驳 但律师表示 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集会和言论等自由 将合法争取个人权利者治罪 才是真正的违法 57岁的贵州维权活跃分子陈希 12月26号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年徒刑 另一名四川维权人士陈慧在网络上写文章 这个月23号也被四川隋宁中级法院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九年徒刑 而中共喉舌新华社16号在英文网站透露 失踪了20多个月的维权律师高智盛 因多次严重违反缓刑条件 法院决定撤销缓刑 对他执行三年监禁的决定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26号发表声明 批评中共再次渐进 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人权活动人士 声明说 中共当局的这种压制维权人士 与言论自由的趋势 使人感到震惊 西方媒体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 德国之声 美国之音 自由亚洲电台等纷纷给予报道 12月29号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发表社论 对西方媒体和联合国的指责表示不满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是中共当局多年来用来拘押异议人士 经常使用的一个罪名 中国宪政学者王天成指出 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 中国公民有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 游行 示威的自由 但是 刑法第105条第二款 把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力 全部废除了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 刘英权说 是中共在违法 本来中国的宪法规定 公民有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结社自由 本来有这些自由 这是中国人民早就获得的 一些基本的人权 但本不是什么山中建筑政府 所以中共用这一个理由 说违反了中国法律 这是完全是默许有的罪名 是承论 陈希1995年因提出平反六四 被判求十年 今年他通过互联网 传送倡议民主的文章 被中共当局指说有煽动颠覆内容 因此再次被捕 而1992年在北京筹组 中国自民党等组织的陈蔚 被当局判处五年监禁 出狱后 他又积极参与四川民主党的筹组 今年2月 陈蔚被当局以涉嫌 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拘留并逮捕 所以这个条文本身是一个非法的 这个条文本身是犯罪 所以如果要按照这个条文 去追究中国公民 因为某一些言论思想 去犯罪行为的话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也是错的 并且也违反了中国的宪法 刘英全表示 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是中共为了维护 一党独裁统治需要的 法律党监牌 新唐人记者唐瑞 肖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让你选择 明镜需要的掌握 明镜需要的掌握